当时我们有关于特表的一个铺上睡着 睡着睡着人家称名了 当然不是我给睡称名的 他孔云龙 他俩呢喂狗 我呢连喂狗呢在喂他俩 李赫彪举办个人专场 作为一个铺上睡过的师兄弟 岳云鹏特意前来捧场 虽然在小园子举行 但是场面一点也不差 不但请来了队长孔云龙 还请来了京剧神童陶阳和岳云鹏前来助阵 除了彪哥之外 能请来这三位云字科的前来助阵 可能也只有郭氏父子了 小月月回到小园子演出 都会把表现机会让给其他师弟 尤其是在返场的时候 站在上场门那儿 看着演员们返场演出 真的是有点老郭的影子 一副大师风范 而作为当晚的主角 彪哥却是十分的谦让 坚持让师哥们站在前面 这个陶阳的爱称 怕是只有早期的师哥才知道 如今能叫这个爱称的 估计也没有几位了 小月月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一个铺上睡过的感情 小月月也特别宠爱陶阳 虽然这个小师弟不省心 经常捉弄师哥 但是德云社是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师兄从来不欺负师弟 虽然小月月最近一段时间 非常的忙 一边忙着参加搭档的综艺 一边还经常的参加小园子的演出 老旺妈妈儿是我们的儿子 学汉 我的大人 把我拿伞 都赶出来转 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我唱之前说没说不好飙 不知道是不是九龄的魔性歌喉 杀伤力太大 让小月月休息了一段时间 随后就参加了六队的演出 我跟张九龄演之前 师父问了你 对他先问了我 对不对 我说他在南京 对因为我在南京呢 然后没有来 你来南京了 他说 我不可能了 没人报枪 小月月悔不当初 本想着先跟张赫伦演出 没想到六队当时在南京 结果遭遇了张九龄 白龙马蹄潮溪见你昨晚不太对 白龙马蹄潮溪 蹄潮溪不是往东走吗 白龙马蹄潮溪不是往东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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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又碰到了彪哥 不知道这次月云鹏又要休息几天啊 小月月的小剧场之旅 真的是一步一个坎儿 按照今年的规划 小月月会经常回到小剧场演出 真是不知道小月月下一次会跟哪个实地搭档